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我知道你们很多人可能会问 为什么阿米尔要大老远跑到拿萨勒 去谈圣诞节和基督的诞生 好吧 首先我们要记得 耶稣在地上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拿萨勒 我们一定要记着这一点 好吗 但我们也要记得 这里确实发生了很多事情 这场信息正是有关于此的 为什么是拿萨勒 为什么是那个时候 什么信息翻转了整个状况 那个信息为什么那么必要 好 我们先来祷告 然后来深入了解这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天父真的好感谢你 把你的独生子赐给了我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现在我们要查考你的话语 了解你的心意 父啊 求你让我们能理解 大约两千年前发生在这个地方的那件事 有多重磅 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再次祝福大家平安 你们可能好奇 为什么我后面是拿萨勒 而不是伯利恒 耶稣当然是在伯利恒出生的 那我后面为什么是拿萨勒呢 出生地是伯利恒 因为先知弥加在基督诞生前七百多年 就在弥加书五章二节写道 伯利恒以法他 你在犹大诸城中虽然细小 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 为我做以色列的统治者 他的根源从太初 从亘古就有了 这不是一般人 不是个普通的出生婴儿 有一般人的寿命 这一位在世界的根基建立之前就存在 他永远存在 从永远到永远 有意思的是 犹太人早就知道这个预言 耶稣在伯利恒诞生之前的几百年里 犹太人都知道 弥赛亚一定会来自那个地方 马太福音二章一到六节说 西律王执政的时候 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 那时 有几个智者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 说 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的在哪里 我们看见他的心出现 特来朝拜他 西律王听见了 就心里不安 全耶路撒冷的居民也是这样 他就召集所有的祭司长和民间的经学家 问他们 基督应该生在哪里 他们回答 在犹太的伯利恒 因为有先知在经上这样说 犹大帝的伯利恒啊 你在犹大的领袖中 并不是最小的 因为必有一位领袖 从你那里出来 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 大家知道 这些人告诉了西律王 弥赛亚出生在伯利恒 因为预言必须应验 但这并不是唯一一次 后来在约翰福音七章中 拿萨勒的耶稣出现在人群中 圣经在第七章四十到四十四节说 群众中有人听了这些话 就说 这真是那位先知 另有人说 他是基督 还有人说 基督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 圣经不是说 基督是大魏的后裔 是从大魏本乡 伯利恒出来的吗 群众因为耶稣的缘故 就起了纷争 他们中间有人想逮捕耶稣 只是没有人下手 所以你看 两千年前的时候 人人都知道 有一个预言必须应验 弥赛亚必须出生在伯利恒 可是有意思的是 我现在在拿萨勒 我在拿萨勒 你可能会问 为什么在拿萨勒 顺道一提 拿萨勒如今被认为 是以色列的阿拉伯首都 信不信由你 拿萨勒现在有将近八万人 其中70%是穆斯林 大约30%是阿拉伯基督徒 他们甚至不再是犹太人了 伯利恒 耶利哥和其他一些地方 情况一样 在基督时代 是纯犹太人的地方 旧约中提到这些地方时 我们知道 那是犹太人住的地方 但如今情况不一样了 当然因为有大约两千年的时间 大多数犹太人都不在这片土地上 女士们先生们 现在我们在拿萨勒 那个期待已久的 弥赛亚的好消息 首先是在拿萨勒宣布的 我们要回到 路加福音第一章的故事 这很重要 我们看到 没错 耶稣的身体 确实出生在伯利恒 但是他诞生的消息 他降临的消息 那个翻转游戏规则的 惊人事件的好消息 其实是在拿萨勒发布的 圣经在路加福音一章说 到了第六个月 天使加百列 奉神差遣 王加利利的拿萨勒城去 到了一个童贞女那里 她已经和大贝加 一个名叫约瑟的人 订了婚 童贞女的名字是玛利亚 希伯来语念作 玛利亚 天使进去 对她说 恭喜蒙大恩的女子 主与你同在 她却因这话惊慌起来 反复思想 这样祝贺是什么意思 天使说 玛利亚 不要怕 因你已从神那里蒙了恩 你将怀孕生子 要给他起名 叫耶稣 耶稣在希伯来语里念作 耶稣啊 为什么 他将要被尊为大 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主神要把他 祖大位的王位赐给他 他要做王统治雅各家 直到永远 他的国没有穷尽 正如七百多年以前 先知弥加说的 他的根源从亘古就有了 太奇妙了 马太福音里也讲 耶稣基督的降生是这样的 这是马太福音一章18到25节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许配了约瑟 他们还没有成亲 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 不愿张扬使她受辱 就打算暗中与她解除婚约 她一直想着这些事 主的使者就在梦中向她显现 说 大位的子孙约瑟 只管放胆把你的妻子玛利亚 迎娶过来 因为她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她必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她起名叫耶稣 为什么呢 因为她要把自己的子民 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耶稣这个词是救赎的意思 所以她名字的意思是救赎 因为她要把自己的子民 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这整件事的发生 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 那当然是指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她的名要叫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约瑟睡醒了 就照着主的使者所吩咐的 把妻子迎娶过来 只是在孩子出生以前 并没有与她同房 约瑟给孩子起名叫耶稣 太奇妙了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拿萨勒 我们知道那时候他们住在拿萨勒 那时他们的居住地就在那里 约瑟是个木匠 可能正在附近新建的城市 塞弗瑞斯工作 所以这件事很奇妙 就像先知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说的 因此主自己必给你们一个兆头 看哪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他要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 真奇妙 以赛亚还写了别的 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一到二节说了下面的话 这可能会帮助你理解 为什么在全国各地那么多地方当中 特别是加利利 为什么这个好消息必须在拿萨勒宣布 圣经说 从耶稀的树干必生出一根嫩芽 从他的根而出的枝条必结果子 耶和华的灵必停留在他身上 就是智慧的灵和聪明的灵 谋略的灵和能力的灵 知识的灵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这七个灵都停留在从耶稀的树干 生出来的那根嫩芽上 停留在从他的根而出的枝条上 为什么这很重要 我在屏幕上给大家来看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 屏幕上是西伯来语的以赛亚书十一章一到二节 我现在用西伯来语来读一下 Netzir这个词是拿萨勒这个词的词根 请看屏幕 你会发现构成Netzir这个词的三个字母 构成了拿萨勒 Nazrus这个词的大部分 其实在拿萨勒的英语单词中 也可以看见NZR这个词根 从以那根枝条命名的地方 真的要生出那根枝条来 还不止这些呢 圣经还说从他的根而出的枝条 碧结果子 但是你知道吗 Ifhead这个词 再看一下屏幕 Ifhead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实现 这意味着他的根源从亘古就有了 他将存到永远 那时就是该实现的时候 是他要诞生的完美时间 就是这样 Ifhead是时候结果子了 在这个时刻以前 是不可能发生的 还没准备好 也不会在这个时刻以后发生 以后不会是更好的时间 这事发生了 所以重要的 不仅是在哪里发布这个好消息 发布的时间点也很重要 圣经在加拉太书四章四节说 但到了时机成熟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 由女人所生 而且生在律法之下 到了时机成熟时 这意味着有一个准确的时刻 准确的时间 准确的地点 准确的方式 他不可能以穆斯林的身份出生 不可能是印度教徒 他不可能出生在古埃及宗教中 或任何其他宗教中 他不可能出生在任何其他地方 他不可能由除了那位同真女之外的 任何其他人所生 他生在律法之下 他到了时机成熟时 在律法之下 身为犹太人 所以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中的话 实现了 从他的根而出的枝条 碧结果子 在希伯来语中 这个词不仅是枝条的意思 Nesser这个词 也有实现的意思 在正确的时间 正确的地点发生了正确的事 这事不可能在任何其他时间发生 路加福音一章26到33节说 到了第六个月 天使加百列奉神差遣 往加利利的拿萨勒城去 第六个月 他必定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降临 听着好多人争论基督诞生的确切日期 是24号还是25号 可能不是12月 是9月吧 也许是在光明节 也许是在犹太新年 也许是在这个日子或者那个日子 如果准确的日期真的那么重要 神是会告诉我们的 我想重要的不是日期 而是时间 重要的是神早就计划好的准确时间 有意思的是 关于弥赛亚要来的好消息的时间 我们唯一知道的 就是天使加百列在第六个月奉神差遣 这是不是很有意思 在希伯来历中 第六个月是以路月 这大概在我们公历的八月左右 而且是第六 是为安息日的安息做准备的日子 这是不是很有意思 人的日子 第六日 对人是双倍的祝福 顺便说一下 第一个月是尼赛月 就是云月节的那个月 那第六个月 以路月是为什么做准备 为第七个月 提斯利月的至高圣日做准备 所以第六个月 被安排在了两个大罪时刻之间 过去的和将来的审判 第六个月以路月 在第四个月 达摩斯月的金牛犊偶像崇拜事件之后 也在第五个月 埃波月十二个探子 因为不幸而报了恶性之后 第六个月之后 是将来的吹脚节和赎罪日 都在第七个月提斯利月 审判会在那时候到来 基督诞生的消息 在第六个月宣布 这里面的象征多奇妙啊 整个时间线里有罪 有赎罪 有吹脚 然后当然 他必须来 为我们赎罪赴上赎假 之后才应验吹脚和赎罪 看 弥赛亚降临在这个世界 不仅对以色列是好消息 不仅对犹大支派的人是好消息 不仅对加利利人是好消息 这不仅是拿撒勒人的好消息 其实拿撒勒人对这个消息无动于衷 他们并不是耶稣最热情的追随者 过几分钟我们会来谈这一点 但我要告诉大家 一个名叫保罗的正统派犹太人 明白了这个消息不仅对以色列 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是颠覆性的 顺便要说 他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人 约翰看见耶稣时 说的不是 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以色列人罪孽的 约翰看见这有大得多的意义 超出以前的见识 约翰说 看哪神的羊羔 是除去世人的罪孽的 保罗所在的是 那个年代世界上最异教的城市中心 那个城市依靠的是人的智慧 哲学 诗歌 城里有很多祭坛 供奉着一千多个神明 保罗站在雅典的中心地带 说我们既然是神的子孙 就不应该以为他的神性是好像人用手艺 以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头一样 过去那无知的时代 神不加以追究 看他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中是怎么说的 现在他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因为他已经定好的日子 要借着他所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 并且使他从死人中复活 给万人做一个可信的凭据 他必在时机成熟时 拆他从童真女生出 生在律法以下 而这将影响整个世界 神不追究过去所有无知的时代 那些时代已经结束 那些宗教辩论的时代 我这样说 他那样说 各种各样的神 这一条路 那一条路 辩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人自己寻找通向天堂之路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人自认为凭借人的丰富知识 伟大智慧 美好品格 就可以带来改变的时代 过去了 那实际上是无知的时代 神不去追究了 但现在 同一位神 就是我们不应该以为 他的神性 是好像人用手艺 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头 一样的同一位神 吩咐各处的人 都要悔改 所以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哪 但你现在不在以色列 你不是犹太人 这一点也不重要 你不用担心 弥赛亚诞生在这里 好消息是从我背后的 这座城市传出来的 但这个好消息是给你的 不管你身处何地 他指定了一个日子 他的诞生 有一个指定的日子 将来还有一个指定的日子 要对全世界 进行公义的审判 这一切都是神命定的 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 奇妙的事 我们已经说了地点 时间 现在我们来说说 发生了什么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神来到了世界上 之前有好几百年了 神都沉默不语 几百年里没再发生什么 有些人会以为 好吧 神在那里 我们在这里 神不会来干涉我们的生活 我们也不用管神 但是神真的以肉身的形式 来到了这个世界 这正好印证了 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说的 因此主自己 必给你们一个兆头 看哪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他要给她起名 叫以马内利 以马努 意思是与我们同在 L意思是神 合起来 就是以马内利 神与我们同在 不再靠祭司 立位人 祭物 山羊 母牛 公牛 公羊 神自己 由童真女 所生 以儿子的样式 来到我们这里 几百年以来 都是人在努力寻找神 现在神来找我们了 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满有恩典和真理 我们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从父而来的 独生子的荣光 罗马书八章三节说 律法是因肉体而软弱无力 所做不到的 神做到了 他差遣自己的儿子 成为最深的样式 为了除掉罪 就在肉体中 把罪判决了 菲利比书二章五到八节说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来有神的形象 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 反而倒空自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然有人的样子 就自甘卑微 顺服致死 而且死在十字架上 在车祸中死掉 和在睡着时死掉 是很不一样的 但在那个时代 死在十字架上 对任何人 都是最可怕的死亡方式 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说 基督耶稣降世 为要拯救罪人 这话是可信的 是值得完全接纳的 降世 为要拯救罪人 人的事 神要来管 神看见人互相残杀 看见他们伤害自己 看见他们要自杀 所以神来拯救他们 脱离自己 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说 所以他必须在各方面 和他的弟兄们相同 为了要在神的事上 成为仁慈忠信的大祭司 好为人民赎罪 彼得前书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说 而是凭着基督的宝血 就像无瑕疵 无电污的羊羔的血 基督是在创立世界以前 是神所预知的 却在这末后的世代 才为你们显现出来 借着他 你们信那是他从死人中复活 又给他荣耀的神 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 都在于神 所以我们知道了 这个好消息是从哪来的 从哪开始的 我们知道了这个好消息 是什么时候发出来的 我们明白了 这个好消息的内容 就是以马内利 神以人的形象来了 但现在我们必须问自己 为什么 为什么必须发生这事 现在我们来按一下清零键 让我们回到圣经最开始的地方 从美好的伊甸园 直到一无是处的拿萨勒 记着没人期望 拿萨勒有什么好东西 也没人料到伊甸园里会出坏事 所以从美好的伊甸园 到一无是处的拿萨勒 是一段奇妙的旅程 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说 神看他所造的一切都很好 有晚上有早晨 这是第六日 这是不是很有意思 又是数字六 我们是在第六个月 收到那个好消息的 也是在第六日 神看他所造的一切都很好 不仅仅是好 是非常好 神创造的是完美的世界 有意思 因为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五到四十六节说 斐利找到拿旦叶 告诉他 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的 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位 我们已经遇见了 他就是约瑟的儿子 拿萨勒人耶稣 拿旦叶说 拿萨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 所以伊甸园那个非常好的地方 变成了拿萨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 看 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二章中 神原来的用意 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 栽了一个园子 把他所造的人放在那里 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 从地上长起来 能阅人的眼目 也好做食物 那些树没有刺会划伤你 也不会毒害你 所有树是完美的 果实也是完美的 圣经说 园子中间又有生命树 和知善恶树 有一条河从伊甸流出来 灌溉那圆子 从那里分支 成了四道河的源头 这很有意思 因为到了下一章 创世纪第三章 14到15节说 耶和华神对蛇说 这是在蛇让亚当夏娃 落入圈套之后 因为你做了这事 就必在所有的牲畜和田野的活物中受咒诅 你要用肚子行走 一生都吃泥土 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 他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他的脚跟 你只能伤那女人后裔的脚跟 但他要伤你的头 这就改变了整个状况 一切都要不一样了 看见没有 撒旦以为他设的圈套 能让他们跌倒 死亡 而神要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这在创世纪三章中 已经说明了 但我们都知道 人的罪是有后果的 创世纪三章22到24节说 耶和华神说 那人和我们中间的一个相似 能知善恶 现在恐怕他伸出手来 摘取生命树上的果子吃 就永远活着 耶和华神就把他赶出伊甸园 去耕种他自己 也是从那里出来的地土 于是把亚当驱逐出去 又派基路伯在伊甸园的东边 拿着旋转发火焰的剑 把守到生命树去的路 如果我们以为 从此情况会好起来 哦 不 那就错了 到了创世纪六章 情况越来越糟 人在地上开始增多 又生养女儿的时候 神的众子看见人的女子美丽 就随意挑选去做妻子 耶和华说 人既然是属肉体的 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 但他的日子还有120年 在那些日子和以后的日子 有巨人在地上 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结合 就生了上古英古有名的人物 圣经说 然后耶和华 看 接着怎么样了 不仅那些叛逆的天使 想从天上下来毁灭人类 圣经还说 耶和华看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 终日心里思念的 不是有时候啊 是一天到晚思念的 人一天到晚心里思念的是什么 禁都是邪恶的 不是有的念头邪恶 而是全都是邪恶的 想想看 人类在圣经第一本书 第六章所做的一切 罪这么快就掌权了 这下子 人的心里边只有邪恶 每一个念头都是邪恶的 接下来可能是整本圣经中 最让人悲哀的一节经文 于是 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 心中忧伤 耶和华说 我要把我创造的人 从地上消灭 无论是人或牲畜 是爬行的动物 或是天空的飞鸟 我都要消灭 因为我后悔造了他们 感谢神 这一章没有到此结束 然后呢 只有挪亚 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感谢主 你不是想惩罚 你其实想要祝福 你不是在寻找所有邪恶的人 而是在寻找 好 给我一个不全然毁灭的理由 所以挪亚蒙了恩 我们从创世纪十一章 巴别塔的事知道 即便是大洪水 也没有带来任何改变 人心真的是全然败坏 全然邪恶 那时 全世界只有一种语言 大家说同样的话语 他们向东迁移的时候 在室拿地 发现一块平原 就住在那里 他们彼此说 来 我们做砖 把砖烧透吧 他们就把砖当作石头 又把石漆当作灰泥 他们又说 来 我们建一座城 造一座塔 塔顶要通天 我们要为自己立名 免得分散在全地上 太有意思了吧 我们要为自己立名 耶和华下来 要看看世人建造的城和塔 耶和华说 看哪 他们同是一个民族 有一样的语言 他们一开始就做这事 他们没有一起敬拜神 没有一起来到耶和华面前 他们没有将尊荣和荣耀 归给赐给他们生命的神 去干了这种事 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一切 就没有可以拦阻他们的了 来 我们下去 在那里混乱他们的语言 使他们听不懂对方的话 于是 耶和华把他们从那里 分散到全地上 他们就停止建造那城 很有意思吧 如今 所有全球化的努力 不也是 嘿 我们虽然彼此不同 但我们可以彼此联合 再次形成合一的力量 为自己立名 这就是全球化的本质 所以 他叫做巴别塔 希伯来语中 这个词是混乱的意思 因为耶和华 混乱了全地的语言 耶和华从那里 把他们分散到全地 所以 神从第六日 造亚当和夏娃开始 他看他所造的一切都很好 然后 人类堕落了 罪 蔓延开来 然后是大洪水 但人心仍旧邪恶 然后呢 人努力想达到神那里 这是人到了今天 还在努力的 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 然后 神把他们分散到全地 但是不要搞错 神把人分散到全地 并不意味着 神没有位格 不意味着 神不参与到 个人的生命中 恰恰相反 诗篇33篇13到14节说 耶和华从天上观看 他看见全人类 从自己的住处 他查看地上 所有的居民 神能查看到每一个人 所以在众多邪恶当中 他看见了挪亚 只有挪亚一个艺人 很奇妙 对吗 我父亲最近过世了 因此我最近有很多机会 接触到正统派 犹太人的心态 他们确实相信 像我父亲这样 从未接受耶稣 做他的主和救主 没有得救的人 会去天堂 他们相信孤儿 所做的每一个祈祷 每一个具体的 卡迪什祈祷 都是在他的王冠上 添一块石头 他们相信这些祈祷 已经使他成了一个艺人 他们相信点蜡烛 祈祷 行善 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 能把他的灵 送到高处 但实际上 神是怎么说的呢 圣经在诗篇 53篇中说 神从天上查看世人 要看看有明慧的没有 有寻求神的没有 他们个人都偏离了正道 一同变成污秽 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也没有 大洪水之后 我们知道 在创世纪十章和十一章 从挪亚生了陕 从陕生了塔拉 从塔拉生了亚伯拉罕 在创世纪十二章 神要做一件大事 祂要重新开始 但这一次 不是对全世界的所有人 祂要通过一个人来做 这人要成为一个 特别国家的父亲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富家 到我只是你的地方去 我必使你成为大国 赐福给你 使你的名为大 你也必使别人得福 给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给他 咒诅你的 我必咒诅他 看神怎么说的 地上的万族 都必因你得福 换句话说 我会让你成为一个大国 通过那个国家 地上万族 都会得到祝福 也就是说 神要通过一个民族 来祝福所有其他族群 因此 从亚伯拉罕开始 然后 虽然以什玛利 是先出生的 但神要与以撒利约 接下去 不是以扫 而是雅各 他后来改名 叫以色列 女士们先生们 在创世纪 32章28节中 那人说 你的名字 不要再叫雅各 要叫以色列 因为你与神 与人教力 都得了圣 通过以色列 弥赛亚的奥秘 即将揭开 看 保罗在以弗所书 三章四到五节中 提到了基督的奥秘 现在借着圣灵 启示了圣使徒和先知 首先要注意的是 这对神来说 从来都不是奥秘 因为神无所不知 约翰一书三章二十节说 神知道一切 耶和华在创世之前 就计划好了 基督的旧书工作 这就是以弗所书 一章四节说的 后来 他照着自己的美意 使我们知道 他旨意的奥秘 以弗所书 一章九节是这么说的 但是从旧约到新约 有什么不一样了呢 到底什么不一样了 为什么一开始 是个奥秘呢 最重要的不同是 神借耶稣的救赎计划 已经完成 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有暗示这个计划 刚才我们读了 这很有意思 因为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说 因此主自己 必给你们一个兆头 看哪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他要给他起名 叫以马内利 以赛亚书九章六节 继续说 因为有一个婴孩 为我们而生 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 这不是 注意哦 不像亚当 受造时 就是成年人 弥赛亚必须以一个 婴孩的样式出生 先知说 他必须生出来 所以有一个婴孩 为我们而生 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 这是一个男孩子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他的名必称为什么 生出来的是一个人 但他的名字却是奇妙 测世 全能的神 永恒的父 和平的君 他的政权与平安 必无穷无尽地增加 他是永恒的 他在大魏的宝座上 治理他的国 用什么来使国 坚力稳固 以公平和公义 从现在直到何时 直到永远 万君之耶和华的热心 必成全这事 所以从伊甸园开始 一直到人类想要取代神 我们看见人类如此败坏 后来发生大洪水 但是感谢神 还有挪亚这个人 我们看到后来 人试图达到天堂 于是神把人分散到全地 然后重新来过 这一次是通过一个人 从这个人要生出一个国来 从那个国生出了那个儿子 那个婴孩 道成了肉身 好了 现在我们要回到拿萨勒 好消息最早是在拿萨勒宣布的 所以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但在路加福音四章中 耶稣已经开始他的事工时 耶稣来到拿萨勒自己长大的地方 照着习惯在安息日进入会堂 站起来要读经 有人把以赛亚先知的书递给他 他展开书卷找到一处 上面写着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高我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差遣我去宣告贝鲁的得释放 瞎眼的得看见 受压制的得自由 又宣告主悦纳人的喜年 他把书卷卷好 交换示意就坐下 会堂里众人都注视他 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声音 那些经文一直在以赛亚书里面 但他说话带着权柄和恩典 他就对他们说 这段经文今天应验在你们中间了 读经读到这里 他们还能接受 众人称赞他 吸其他口中所出的恩言 看他刚刚告诉了他们 我是弥赛亚 他直接告诉了他们 主的灵在我身上 他已经告诉了他们 我就是书中所说的他 对此他们其实可以接受 众人称赞他 吸其他口中所出的恩言 然后他们说 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 听好了 他们的反应不是 哇 弥赛亚 而是 哦 这是约瑟的儿子 接着呢 他说 你们必向我说这俗语 医生 治好你自己吧 也必说 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 所行的一切事 也该在你本乡这里行啊 他又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没有先知在他本乡 是受欢迎的 我对你们说实话 当以利亚的时候 三年六个月不下雨 遍地大起饥荒 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 以利亚没有奉差前往 他们中间任何一个那里去 直到西顿萨勒法的 一个寡妇那里 那是今天的黎巴嫩北部 到一个寡妇那里 她甚至不是犹太人 以利沙先知的时候 以色列中有许多患麻疯的人 其中除了叙利亚的乃曼 没有一个德捷径的 乃曼也不是犹太人 他们刚才接受这个弥赛亚 哇 他说话那么有恩典 那么美好 看呀 他是我们中的一个 约瑟的儿子 太棒了 可是一下子全都变了 当他们明白 救恩不是因为 有隶属关系就能得到 那个寡妇不是犹太人 但以利亚被拆遣到寡妇那里 那个麻疯病人不是犹太人 但以利沙却治愈了他 哇 所以会堂里的众人听见这话 都怒气田兄 去来赶他出城 同一位耶稣 约瑟的儿子 同一位为自己做见证 说他是弥赛亚的 同一位刚才口中发出恩言的 现在要被赶出城 这城原来建在山上 他们拉他到山崖 要把他推下去 他们这是要处决他 为什么 因为你怎敢 甚至暗示救赎 不是因为隶属关系得到的 看我们 我们是犹太人 这么虔诚 我们坐在犹太会堂 我们读经 耶稣却从他们中间走过 就离去了 我想告诉大家 我信主后做的第一件事 那时候我没有新约 老实说 我甚至以为我不需要新约 为什么呢 因为我自己想着 在耶稣那个时代 人怎么得救呢 耶稣也从来没有 给任何人一本新约 保罗也从来没有新约 所以我想我不需要新约 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好有意思吧 因为我读了以赛亚书 我从第一章开始读 可是我很惊讶 看到神 其实厌恶人 如何对待他的话语 神厌恶人为的宗教 那会阻碍人 与神建立个人的亲密关系 以赛亚书一章十二到十四节说 你们来朝见我的时候 谁要求你们这样 践踏我的院子呢 不要再带没有意义的供物来了 烧献祭物的香气 也是我厌恶的 我厌烦月朔 安息日和集会 神厌恶我们那些假日 节日 安息日 做罪孽 右手严肃会 是我不能容忍的 你们的月朔和制定的节期 我心里恨恶 当时我读到这段经文时 差点心脏病发作 神亲自赐给以色列人的月朔和节期 他却厌恶 这是为什么 因为你看 人把这些变成了什么 他说 他们都成了我的重担 我已承担的不耐烦了 我这才意识到 神其实是在说 宗教永远不可能救任何人 关键是你的心 你不可能靠礼仪得救 加拉太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说 我借着律法已经向律法死了 使我可以向神活着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而是基督活在我里面 如今在肉身中活着的我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的 他爱我 为我舍己 我不废弃神的恩 如果意识借着律法而来的 基督就白白地死了 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说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 对走向灭亡的人来说是愚笨的 但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 却是神的大能 因为经上记着说 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 废弃聪明人的聪明 智慧人在哪里 经学家在哪里 经世的辩识在哪里 神不是使属世的智慧 变成了愚笨吗 因为在神的智慧里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 既然不能认识神 神就乐意借着所传的愚笨的道理 去拯救那些信的人 犹太人要求神迹 希腊人寻找智慧 我们却传扬定十字架的基督 我们传扬的不是宗教 我们传扬的不是礼仪 我们传扬的不是各种节庆的仪式 我们传扬定十字架的基督 你不需要做任何事 让神来爱你 他已经做完了一切 他拆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了 这就是救恩的信息 对犹太人来说 这是个绊脚石 为什么呢 因为这告诉他们 所有善行 所有戒律 他们为了更靠近神所做的一切 一点用都没有 毫无用处 神不是要你来找他 是神亲自来找了我们 凭我们自己的行为 以我们那满是邪恶的心 我们永远不可能达到 全然圣洁的神那里 所以在犹太人看来是绊脚石 在外族人看来是愚笨的 但对那些蒙照的人 不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 因为这不是宗教 而是关系 所以不管你是希腊人 犹太人 伊斯兰教徒 还是佛教徒 只要你信了基督 基督是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 因为神的愚笨 总比人智慧 神的软弱 总比人刚强 所以我要带大家 回到《使徒行传》 17章30节 过去那无知的时代 神不加以追究 现在 他却吩咐各处的人 都要悔改 神爱我们个人的样子 爱我们 神爱世人 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这与履行宗教无关 一切信他的 就不致灭亡 要信神的儿子 要信神的独生子 因为有一个婴孩 为我们而生 因为神拆他的儿子 到世上来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而是要使世人 借着他得救 罗马书6章23节说 因为罪的公价 就是死 但神的恩赏 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 却是永生 历史上 没有人生来 就是重生了的 你不可能生下来 就是重生的人 那绝不可能 如果你的出生就足够了 那你为什么还需要重生 如果你需要重生 那意味着 你的第一次出生是不够的 这意味着 按照定义 你出生的时候 一定还没有重生 所以历史上 不可能有人天生就是基督徒 因为要成为基督徒 那必定是第二次出生的结果 所以约翰福音三章一到三节说 有一个法利塞人 名叫尼戈德木 是犹太人的官长 他夜间来到耶稣那里 对他说 拉比 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教师 因为如果没有神同在 你所行的这些神迹 就没有人能行 所以神与他同在 耶稣回答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真奇妙 他面对的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 法利塞人 犹太人的官长 他告诉他 宗教救不了你 你生来就是一个罪人 你需要重生才能见神的国 第二次出生是一个通行证 不仅是为了得到救赎 而且可以免于第二次的死亡 因为圣经在启示录二十章六节说 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人 是有福的 圣洁的 这指的是我们身体复活 与基督同在的时候 第二次的死 没有能力挟制他们 他们还要做神和基督的祭司 与他一同做王一千年 如果你想和耶稣一起 在千禧年王国做王 如果你想与他同在 你必须重生 重生使你成为基督徒 然后你会在被提时复活 然后你就会和他在一起 和他一起统治一千年 哥林多后书六章一到二节说 我们这些与神同工的 也劝你们不要白受神的恩典 因为他说 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 在拯救的日子 我帮助了你 我想用这句经文来结束 看哪 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 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 天父 感谢你的话语 谢谢你的应许 感谢你让这一切 从这里开始了 此时时机已成熟 是完美的时机 是实现的时候 这是你的计划 是你的心 是你的儿子 是你的爱 感谢你让弥赛亚诞生了 求你让所有人明白 今天就是得救的日子 明天可能就太晚了 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奉我们的救赎主 耶稣的名祷告 所有神的子民都说 阿们 阿们 谢谢大家 愿神祝福你